大家好,我是约路平,欢迎大家来到SteamAgain留人返校日第二季的3.17 首先给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时间会比较长,但是不会超过一小时 那么同时我给大家预告一下我要聊什么 我今天的主要内容会聊信条 有的地方也会翻译成天能 因为我没有看 但是我综合了网上的很多的信息 还有很多的这个up组或者youtuber 已经看过的人 他们聊的一些事情 他们都不敢剧透 因为我没有看过 所以我会大胆地去猜测 所以我就算剧透了 那也就是我中了奖了 对吧 显示出我能猜透一些东西 猜透诺兰的心思 对吧 这是今天要聊的第一个内容 那么同时呢 我会聊另外两个作品 一个是急速车王 法拉利对抗福特 其实这个在其他地区 在美国早的已经放过了 但现在中国大陆才刚开始放 我是昨天才看的 另外就是会聊一聊这个黑神话悟空 这个预告片啊 因为我昨天已经上一期已经聊过了 但是很快 因为我没有说他好话嘛 我又没有收他的钱 对吧 我完全就按照我的这个 这个这个想法来说 所以他们的这个 很显然他们的团队的人 我一看就是团队的人了 就就就开始留言 在批评我 对吧 说我太主观 好 我我我觉得他们都没有说到点子上 我会在 在后半段 后半段会 再谈一谈 这个黑信条悟空 但是我聊的方式呢 可能会从另外一个角度 会从比较有趣的角度来聊 同时要串烧一下 近期的一些新闻 比如说 大家都知道的 抖音正式起诉美国了 大家之前都说张一鸣跪得太快 现在张一鸣好像已经跟随华为的步伐 开始跟美国正面刚了 跟川普政府正面刚 以及我们可以聊一聊这个 内循环 双循环 和五环 这个 但是我会把这些都串起来 会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串起来 好 我们现在来开始 主要开始聊一聊天能 信条 这个部分呢 我又分为几个小点来聊 第一个就是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看诺兰的电影 就是我个人的一些心得 就是你怎么来看诺兰的电影 就是诺兰的电影 它是有独特的这种使用指南的 就是这个服用指南 你要有独特的方法 去去去 去欣赏诺兰的电影 不然不然你会不得要领 第二点我会 第二小点我会给大家讲 这次信条天能 和之前的星际穿越 刀梦空间 包括诺兰的早期的电影的一些 一些关联 就是用学术一点说 叫互吻 就互为上下吻 就是有些时候 你看诺兰的电影 你要从他之前的电影当中 会获得一些线索和启发 这种感觉就非常类似于周星驰的电影 周星驰的电影 他其实 大家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他一生只拍过一部电影 就是他自己的自传 诺兰也是这样的一个导演 反反复复 他都有一个母题在里面 对 第三小点 我会聊一聊 这个稍微学术一点 就是刚刚去世的 法国的思想家 叫斯蒂格勒 他的书叫技术与时间 他的这本书 跟诺兰的这个 叫捕捉时间的机器 诺兰最新的一个说法 就电影是一种捕捉时间的机器 它的一个一个关联性 这个会对大家 理解诺兰的电影会有很大的启发 那么最后 我会给大家推荐另外一本书 叫这个 《极异壁》 估计很多人已经看过了 但是是一部非常烧脑的书 但是如果你看得懂这本书 你就会 更加的喜欢诺兰的电影 好 我们现在先来说一说这个 我先来 先来说这个天能 信条 它的剧情啊 基本上我已经 我觉得我猜这个 八九不离十了 就讲这个男主角 华盛顿 他是一个黑人 那么这个黑人 华盛顿呢 这个可能是有剧透的啊 如果你们不想剧透 你们就退出吧 虽然说我没有看过 所以也不算剧透 但是我认为 我会猜得到七八分吧 谦虚一点 七八分 我觉得我猜的大方向 不会有太大的离谱 但小细节我肯定没有看过 那么好 这个华盛顿这个黑人呢 它是中情局嘛 中央情报局 就是你 你要就是诺兰的电影 虽然很烧脑 但是它还是有很多的 好莱坞的这个要素的 就是那种 那种像007一样的 对吧 军情五处 军情六处 然后中央情报局 就是这种 就是 爆米花电影的必备嘛 所以说它这个华盛顿呢 这个演员 它本身原来也是一个 它既是运动员 它又是这个演员 好 这个华盛顿 它 它在一次 一次任务当中 然后就被 被我们的这个 吸血鬼啊 目光之城的男主 也是哈利波特里面的一个 崛起的一个演员 就是吸血鬼 我把它叫吸血鬼 那么吸血鬼 引救了它 好 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得知 有一种 就是 简单的说吧 这也是一个 一个比较老套的 就是一个 时间逆流的机器 这个时间逆流的机器呢 可以造出一种 一种枪 叫反向 反向子弹 就是这个子弹 可以回到你的枪膛里面 当然肯定不是周星驰的那个古灵精怪枪啊 古灵精怪枪指的是说 你可以正着射 反着射 对吧 但是 但是天能 信条的这把枪 它是子弹可以回流的 这种东西呢 你看惯了诺兰的电影 你就知道了 他就是喜欢玩这种东西 所以说这个子弹回到枪膛 这个梗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梗 因为我们在 在预告片里面 有一些线索了 而且我已经看了很多 这个YouTuber 他们已经看完了这个电影之后 他们出来 出来说 我已经能猜得到 是什么意思了 因为因为有一些YouTuber 他们看完电影出来 拍他们的这个心得的时候呢 他们就把 最大的梗 就是 他们拍一个视频 然后利用视频剪辑的手段 倒放 对吧 比如说你 你倒一 倒一杯可乐 到杯子里面 然后最后 最后你倒放的时候 那个不就是 杯子里的可乐 就慢慢的 又回到了这个可乐品里面吗 就利用这个 这个 逆向剪辑 回放 倒放的方式 让你 这个 这个 就像诺兰致敬 又不剧透的情况下面 所以这个 子弹 回到枪堂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情节 好 那么这个华盛顿呢 他就 呃 开始去 他就发现 那么 这实际上是一种 技术 它是一种武器 它掌握在一个 军火商的手里 那么这个 军火商的名字 也非常有意思 你们可以在网上去看啊 这个 军火商的名字 我们翻译成 萨托 或者叫萨特 但这都会是一个 我觉得这种翻译都会 都会失去了 这个诺兰的 这个 这个天才构思的一些 一些魅力所在啊 为什么叫萨托 因为他 天能嘛 TENET 你 你倒过来读 也是一样 比如说 有的人说 你 如果我说错了 我田子倒着写 他如果他姓田的话 田子倒着写 不还是田吗 对吧 那么他这个天能也是 那么天能 你是左着看 如果我赌对了 那么我就 天能倒着 倒 这个 你是从左到右读的 你可以从右到左读 他也是天能 那么他这个萨托 也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 大反派 就军火商 这个大反派的名字 他也是一个 跟天能一样 TENET 那萨托 他的名字 S 什么 我不记得了 大家自己去查吧 就他倒过来 也是萨托 那这个就是诺兰玩的一个梗 所以说呢 如果你是觉得他叫萨托 那就没有这个魅力了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个萨托 这个大家要去 要去搅 要去品味 他这个萨托的这个构思的意思 你要了解 诺兰的这么一个小心思 好 那么这个萨托的军火商 有一个漂亮的老婆 但这个老婆 跟他的关系比较疏远 那么这个女演员 也是一个模特身材的 我 我 他 他还 演那个戴安娜王妃的 也很漂亮 身材也很 很火辣 模特身材的一个 一个女演员 那么这个女演员 就是这个军火商的老婆 那么呢 这个华盛顿男主 为了接近军火商 他首先要接近这个 模特身材的老婆 我们把他称之为 叫戴安娜吧 对 然后呢 他为了取得他的信任 他要到这个一个 一个自由港的 那个储存画作的仓库当中 要盗取什么什么东西 总之 这个一个情节 就是为了取得这个 这个军火商 萨托的老婆 戴安娜的这个信任 那么 呃 我对这个很感兴趣 因为我是艺术家嘛 对吧 所以我 我 我知道 现在你们知道 全世界有很多的这个 这个 自由港 保税区 他们有很多有钱人 他们就会买很多的名画 会储存在这样的一个自由港里面 那么瑞士有这样的自由港 然后新加坡有这样的自由港 但是他这个 诺兰这个电影里面的自由港 在哪里 在在奥斯陆吧 奥斯陆的一个自由港 因为 因为诺兰的电影里面可看的 可聊的东西特别多 他这个场景也非常有意思 因为他在全球七个场景 有印度 有奥斯陆 有有有很多的地方 有爱沙尼亚 我们上一期还聊过这个 爱沙尼亚的这个游戏 叫做 这个 吉勒迪斯科 对吧 他有爱沙尼亚 前苏联的 这个 这个组成部分 好 那么 所以说他的场景很有意思 好 他最后他 终于取得了这个 戴安娜 的信任之后呢 他就可以 戴安娜就安排 这个华盛顿 接近他的老公 就这个军火商 萨托 那么这个军火商萨托呢 在晚宴上是不信任他的 然后呢 这个华盛顿又通过一些 一些要挟吧 然后来要挟这个军火商萨托 那么这个应该是非常精彩的 因为他里面会有一些 就就 这个应该是高潮了啊 就非常类似于盗梦空间的 这个五层梦境的一个 一个 一个重叠 的最高潮 也也有点像这个 星际穿越 最后的这个 五维空间 的那么一种 这个把历史 用物理空间的方式 铺设在你的眼前 你可以重新剪辑你的历史的 这个最 最有魅力的地方 那么在 在天冷 在信条里面呢 他他又推出了一个新的概念 叫时间前 就时间前子 这个时间前子 意思就是说 因为时间的 它的正向是 是正向流动 线性流动 对吧 你可以这么理解 从左 从 从左向右流 我们看东西都是 从左向右看 就要看书一样 那么他时间前 他就可以 从右向左流 那么这个东西 就叫时间前 那么他 就等于说 他们在 在枪战 在打斗 在回到过去 是治疗自己 治疗戴安娜的枪伤 等等等等的 这些东西 就有点像 回到未来的那种 那种 这个其实 其实科幻电影里面 经常会玩 这个 这一招 但是诺兰 他会把它 叫时间前 他把它这个 武器化 因为他这个 军火商 造出来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个应该是 一个最高潮的 一个决斗 我认为这场戏 应该是非常精彩的 那么他这个 使用这个时间前 总而言之 打来打去 打来打去 这个很剧透了 那么最后 这个戴安娜 就把他 老公给干掉了 就是萨托 那么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知道 其实萨托 他其实 这里面又包含了 很多的 这个个人情感戏了 有点像 刀门空间了 小李子和他老婆的 一些 情感戏 在这里又得到了 一个 一个重新包装 再出现 那么这个呢 萨托呢 他又想 他其实 他真正的阴谋 是应该是 他得了一种癌症 什么一线癌 还是什么东西 他觉得他死了 他也要全世界死 因为他有这个 控制时间 逆向流动的 这么一个武器 所以他可以 迫使整个世界的时间 倒回去 大家都死 大家都死 然后他可能还会 通过这样的方式 去回到最初 他跟戴安娜的 这么一个情感 比较好的时期 什么什么鬼的 对吧 呃 对 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 影响世界的 时间倒流 全都死 那么 小心思 就是跟自己的老婆 戴安娜 的情感的一个 一个复原 那么这个 这种 这种味道呢 就非常类似于 盗梦空间 小李兹和他 已经死掉的老婆 不断在在梦里面 重现来骚扰他 在潜意识里面 骚扰他的那个梗 就就就就就 就又产生了 这个互闻性啊 可以互相对照 好 那么最最后 到了结局呢 呃 他才 发现 呃 原来在片头 营救 过他的这个 吸血鬼 目光之城吸血鬼 男二号 呃 他才发现 呃 原来他就是 之前就营救过他 现在他才发现 这个非常类似于 诺兰最开始的 成名作 应该叫记忆碎片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就等于说他 大家应该看过记忆碎片 如果没 如果没看过 大家自己去找 其他的up主 其他的youtuber 去解读这个记忆碎片 就是诺兰的成名作 就就知道了啊 就是说他因为 因为那个男主他 呃 他的记忆就跟 就跟金鱼一样是吧 只能保留七分钟 还是 七小时 还是什么 所以说他 他为了 防止他忘记自己是谁 所以他就会在身上 写满了他 写满了很多的内容 他重新 就就重新示意的时候 他他可以重新记起来 他之前是谁 就就就还是诺兰德先梗 好 基本上 我可能 大家听我说的 好像乱七八糟 但是我认为 我可能已经 剧透的差不多了 就基本上 他这个故事 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 说起来非常的 好像 会超级的烧脑 呃 然后 又超级的熟悉 那么我们就来试图 解读一下 就是说 呃 我觉得这个故事 嗯 肯定会非常有意思 他的感觉就会让你 看 沃浊斯基姐弟的云图六重奏一样 就他的 他的这个六个故事 都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通过一些胎记 通过一些线索 通过一些日记 给串联起来 他就像 一首交响乐一样 又像是多声部的演奏一样 那么他又像卡农 待会我再会聊到卡农啊 所以你要欣赏诺兰的电影呢 为什么大家都说 诺兰的电影 你要去看两遍 三遍 四遍 五遍 就是因为你第一次看的时候 就算他是 全部的交响乐 同时演奏给你 但是你只能理解到一个声部 或者一个乐器 或者有限的几个乐器 给你透露的信息 就是我们古话说的 横看成岭 侧成风 高低 高低远近 各不同 诺兰给你的这种感觉 他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感觉 因为他是故意的遮盖了很多东西 他又故意的这个错位了很多东西 就让你有一种强烈的 想要把它还原的那么一种冲动 就像记忆碎片里面的 就到底我是谁 其实我是不知道的 有点像我们上一次讲的这个 吉勒迪斯科 他作为一个 醉醺醺的一个警察 他宿醉以后 醒来的时候 他忘记了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要到哪里去 所以他的整个游戏 就是在找这个答案 他就要让你有这种 密室逃脱的感觉 所以诺兰的电影 他为什么会让你有二刷三刷的 这个这种冲动 就这个道理 但是等到你把所有的拼图 拼回来的时候 其实你发现 其实也不过如此 但是你已经获得了一种 聪明感 注意啊 现在我们经常会用这个 来调侃一些 那个这个韭菜式的这个网民 就是有一些聪明的导演 他就会 故意把一张完整的一个 一个画面 故意的做出了一些 遮遮掩掩 故意的拆掉了几个 拼图的这个局部 让你去去拼图 等到你全部把它拼回来的时候 你有一种 哇 我好聪明啊 其实你并不聪明 但是导演就会让你有 这种聪明感 就像密室逃脱游戏一样 其实那些机关 那些技巧 那些解谜 其实也是超级简单的 但是呢 等到你终于从密室里面 逃脱出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 哇 我好厉害啊 对 诺兰他就会 所以说看诺兰的电影 他不会让你有一种被洗脑 被填压的感觉 他会让你有一种聪明感 所以基本上 我觉得这个 这个剧情 七九 八九不理事 我已经猜得出什么意思了 就是这个华盛顿 黑人华盛顿这个男主 跟这个吸血鬼 目光之同吸血鬼一起 然后呢 呃 发现了有一种神奇的金属 做成的一种逆向时间的机器 那么这种机器被撒脱 它是掌握在撒脱这个军火商的手里 它可能比原子弹 比核弹 比氢弹 比洲际导弹 要强太多倍了 因为它可以通过逆向操作 来让世界毁灭 让人类消失 而且它可能仅仅的目的 只是为了跟自己的 已经感情已经疏远的妻子 就戴安娜 渐行渐远 它不过是为了挽回这份情感 但是它会牵动的整个世界 都会毁灭掉 听起来是不是像 有点像仙海城的 这个天气之子 对吧 嗯 就是 电影最感人之处 就是说它为了小确幸 小爱情 它会牺牲整个大人类 大地球的命运 那么这种 这种反差感 都是比较 最后又是爱 love love 对吧 所以基本上 它就是这么一个 通过华盛顿来追踪 这个 这个军火商 然后去 去干掉军火商 完成它的任务的过程当中 串联起了全球七大场景 会非常酷 因为诺兰 它这个七大场景的取景 甚至本身就很有故事 它有点像冰与火之歌 权力的游戏一样 它在全球各地去取景 接下来会掀起一股 圣地巡礼的一个打卡冲动 就像哈利波特 热 就会让大家去国王十字 去圣地巡礼 那么 这个你的名字 天气之子 就会掀起大家到东京 去进行圣地巡礼 哎呀 这里面 所以说 这是一个 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旅游工程 好 基本上我觉得 我啰里啰嗦 乱七八糟的 讲了一些 大家可能对这个剧情 已经有了一点 一点轮廓了 好 接下来我就讲 那么它跟星际穿越 盗梦空间和记忆碎片的 关联和互闻性 刚才我已经讲到了 这个互闻性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互闻 它是一个 艺术理论里面的 一个术语 就是说 过去我们到美术馆里面 去看一个 一幅画 它是在白墙壁里面的 一个非常孤立的 一幅画悬挂在那里 它没有任何参照 它也不希望你 被任何的信息干扰 这个是一种古典的一种 欣赏一件作品 一个艺术的一个方法 就孤立的 白镜的一个 一个墙壁 但是呢 当代艺术 它已经开始超越 这么一种玩法了 就它不但是 它不再喜欢 在一个白墙壁里面 刮一幅画 而且它故意地把画 挂在不同的 有信息量非常大的 一个场景里面 让你产生 这件作品和另外一件作品 之间的一个 一个镜像 结果互相 互相的这个 互相的 就是我们说的 互为文本啊 这个文本 说起来有点学术 其实就是一个 交相会应吧 大家可以理解为 交相会应 比如说 有的艺术家 有的策展人 就会故意 把自己的展览 放在柏林墙 你看 柏林墙本身 它就是一个 东西方阵营的 冲突的一个现场 那么你在上面 做作品 你的作品 孤立 有意义 但是你放在柏林墙 它又产生 另外一个意义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 中国的一个 当代艺术家 蔡国强 他就找了 台湾的这个 台湾地区的 九个艺术家 和大陆的 中国大陆的 九个艺术家 同时在金门的 碉堡 两千多个碉堡里面 给他们分配了 十八个碉堡 来做作品 那么包括谭顿 刘晓东 他们都在 都在上面去 去做作品 那么你想 碉堡的信息量 多强大呀 而且是金门的碉堡 它就两岸冲突的地方 那么你在 在里面做作品 那你 艺术家 你有多强大 才不会被这个 碉堡的 这个信息量 给吃掉 那同样 这个诺兰的 这个电影 也是这样的 诺兰 他非常 强大的 这个驾驭能力 他会让你在看 天能和信条的时候 就一定会想到 他的盗门空间 记忆碎片 和星际穿越 比如说 这个星际穿越 里面最大的梗 就是 其实就是时间逆流 就是男主 他在进入黑洞以后 他进入了一种 叫五维空间的地方 这个所谓的五维空间 如果你做过视频 剪辑 你是一个导演的话 你就知道了 它非常类似于 你的这个 你的剪辑软件 大家知道 剪辑软件 过去有一种 模拟时代 这个说的有点专业了 就是过去你要剪辑 你只能线性剪辑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是 你是一秒一秒的剪过去 你是不能回头修改的 这个就叫线性剪辑 今天鼻子有点痒 抱歉 影响画面 那么 非线性剪辑 就是说现在我们的数字剪辑技术 基本上 你就像是拼积木一样 你随时后悔了 你可以把任何一个片段 往前移 往前挪 对吧 这个叫非线性剪辑 那么大家有没有注意看 诺兰的这个星际穿越里面 它最后的这个五维空间 它就是对 诺兰的历史的重新剪辑 就它可以跟这个莫菲 就它女儿的童年 发生新的关联 就等于说 它已经超越了这个历史 它可以去剪辑过去的历史 实际上 在星际穿越片头里面的 那个ghost 就是那个幽灵 就给莫菲发信号 说stay 爸爸留下来 留下来 stay 其实就是 未来的男主 他要给童年的女主 发的信号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拗口 总而言之 这就是时间逆流的意思 等于说 天能和信条 不过是把星际穿越了 这么一个时间逆流的 这么一种感觉 这种魅力 这种非线性剪辑的这种感觉 在天能的一个新的世界观场景 新的七大 七大场景当中 一个新的剧情 新的主角当中 它重新给你呈现了这么一种 时光逆流的这么一种 一种魅力 对吧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在星际穿越当中 男主 通过给他的女儿莫菲 发这个摩斯密码 最后拯救了世界的方式 同时也拯救了他 最后他终于回到人间的时候 他的女儿 已经一百多岁 马上又去世了 那么这么一种时光逆流 未来和过去 现在的一个重叠的 一个马赛克拼图的 这么一种反差感 就有点像我们听 巴赫的卡农 那么一种螺旋式盘旋的 一个摩比乌斯环的体验 这个我又讲得复杂了 那么你将会在天能当中 会重新看到 那么道梦空间 也是一样 道梦空间 刚才我讲的 他这个小李子 在每一次进入 这个潜意识 每一次进入 几层梦境 越是深入到潜意识的时候 他的妻子 对他的骚扰 就会越强大 那么这个桥段 也将会在天能里面的 这个军火商萨特 萨托和他的老婆戴安娜 之间的这个情感纠葛 来来回回 在时间当中 用时间前来前来前去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相信会得到重现 那么无论是天能 星际穿越 还是道梦空间 所有这些 这种非线性剪辑的感觉 你都会在这个诺兰的最初的成名作 记忆碎片里面 找到蛛丝马迹 所以每一次 诺兰的新片上映 都会带动大家 回去重新看他之前的这个电影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 疫情期间 为什么电影院 星际穿越和道梦空间 又重新活起来 这是一个 这多么奇怪啊 这个就相当于 是一种现实版的天能 就是说 你很难想象一个电影 他不断地这样 用回锅肉的方式 来二次收割我们的票房 对吧 那么诺兰 他就会在 现实的这个票房当中 会让他的过去的电影 星际穿越道梦空间 甚至是之前的记忆碎片 会重新回锅肉 会获得二次生命 二次剪辑 三次剪辑 他就 他就产生了一种 鬼畜的感觉 对吧 鬼畜的剪辑 我们都知道鬼畜 就是说 你用别人的素材 来进行这种 再次创作 而且用理想 玩的方式的一种 就像那种 夜店里面的DJ 这些音乐 都不是他创作的 但是他通过一种 DJ的方式 Remix 就重混 重新混合 对 这个就是 我觉得 这个是我想 我个人 理解的 你要 欣赏诺兰的 这个作品的一个 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 一个方法 就是 Remix 重混 重新调节 就有点像鸡尾酒一样 就是 你 不同的调法 会得到不同的效果 不同的味道 不同的美感 不同的体验 好 那么 基本上 我觉得 哇 我已经讲了 三十分钟 那接下来 我想来聊一聊 这个刚刚去世的 法国的哲学家 德里达的门徒 斯蒂格勒的那本书 其实我之前讲过 就是 技术与时间 就是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 因为 在上映的时候 就有记者去问诺兰 因为他天能和信条 这部电影 他毫无疑问 是关于时间 让你对时间 对自我 对世界 都产生很多 深深的思考 那么诺兰讲了一个 非常有趣的观点 他认为呢 的确 时间 它是一个 无形的东西 我们从来没有 看见过时间 直到 电影 数的发明 就电影 它的发明 就让我们 可以去 捕获时间 哇 这个说法 特别好 没错 就是时间的具象化 就可以通过 电影胶片 包括今天的 这个电影 剪辑软件的方式 包括我们的 实际上 每个人现在的 每个人的手机里面 都可以进行 视频剪辑 对吧 这个 我想越来越多人 熟悉了 那么它就是一个 时间捕捉机器 有点像他说的 时间前 你可以 你可以通过 剪辑软件 来剪辑你的历史 然后来 预测你的未来 把过去未来和现在 在你的手机里面 通过剪辑软件 通过时间轴的一个 重新组合 非线性的组合 它不但是 它不但是让你 去重新组织 你的memory 同时可能会对 你的future 你的未来 会有很多的 这个预示 预测 预判 这个非常有意思 这个时间捕捉机器 那么这个 这个观点 我觉得大家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 斯蒂格勒的 技术与时间 技术与时间 的三部曲 其中有一本 它就专注于 这个好莱坞的 电影工业的 这个时间线 这个时间捕捉机器 是如何塑造 出美国精神的 我们都知道 我们今天一提到电影 都会马上脑子里 会马上跳到 第二个关键词 就好莱坞 好莱坞电影工业 好莱坞电影工业 是如何塑造 我们对于历史的看法 对于未来的看法 对于恐惧的看法 对于世界的看法 所以有的人说 美国是通过好莱坞 打败纳粹的 并不是说 美国没有去参与 这个消灭希特勒的战争 当然它是参与了 而且是主导的力量 但是好莱坞塑造了 我们理解美国 如何战胜纳粹的 这么一个 一个想象的形状 方式 体验 美感 意义 背后的价值观 所以这个 技术与时间 这本书 我觉得如果大家想往生理 去理解诺兰的 这么一个技巧 可能大家会慢慢地回到 这个电影 这种魔法 这种现代的 这个艺术工业 它的一些 一些奥秘 那么 好 这个是关于斯蒂格勒 和技术与时间 那再接下来 时间有限 我不能展开太多 最后我给大家推荐 就是侯士达 的一本非常重要的书 叫吉义弊 它实际上是 G G E B 的三个字母 那么G是什么呢 就是哥德尔 就是那个数学的测不准定理 的提出者 叫哥德尔的手写字母 G E 就是艾舌尔 艾舌尔 就是那个板画 他经常画一些 悖论的这个板画 就是 他的画面上面 正在 呈现的 就是他正在画 这幅画的手 对 说的很奥口啊 就他正在一张纸上面 画的这 他正在画面上面 画画的 这个画面 就是他要在画面里面 呈现的画面 好了 我都说不清楚了 意思就是说 这个艾舌尔 他 他 他就是 喜欢做这个悖论的图画 那么这个悖论的图画呢 呃 对 就E 然后B 就是巴赫 巴赫的卡农 跟艾舌尔的这么一个 我正在画我正在画我的手 就非常像 因为巴赫 他经常会用一些音符的螺旋式盘旋 让你有一种 一种 一种环绕感 那么 好 他就是 实际上 这个侯士达这本书呢 他就是把数学 音乐 和美术 他们所 看起来 丰满一不相 不相及的 这个 这个巴赫子 达不到关系的三个领域 他把它 及一臂之大成 所以这个中文翻译也翻译得很好 就是不同的东西 最后把它集合起来成为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大成 叫 吉异壁 对吧 那这里面呢 大家就会 就会有很多的人看了这本书以后 就开始迷恋这个巴赫的卡农 还有这个 埃舍尔的这个 这个 悖论空间 那么这个东西啊 就产生了另外一个 一个视觉 就是那个 摩比乌斯环 大家知道吧 摩比乌斯环 就是你把一张纸带 你把它 弯过来以后 你把它粘起来 那么有一只蚂蚁就在上面可以两面都爬完 我听起来这个描述是不是有点复杂 你们可以在 关于这个 摩比乌斯环 大家可以在网上 轻易可以搜得到 那么 这本书里面的 摩比乌斯环 埃舍尔的这个 悖论空间 悖论视觉 还有巴赫的卡农 就是大家理解 诺兰的所有电影的一个奥秘 我相信 诺兰 包括诺兰的弟弟 就是西部世界的导演 他们会 一定会深受 这种理论 就是这个 侯士达 这个理论的影响 但他们有没有看这本书 我不知道 我不得而知 但是他们肯定会受到过 埃舍尔的启发 我们知道 iPhone诞生以后 很有名的一款游戏 叫纪念碑谷 纪念碑谷里面 就是大量的使用了 埃舍尔的这个 悖论空间 对吧 如果你们 玩过 你就知道 我是我的意思 那么实际上 诺兰在他的电影里面 会大量的使用 在建筑上 使用埃舍尔的悖论空间 在音乐上 大量的使用 这种 卡农式的这个 心脏跳动式的卡农 这就是为什么诺兰 非常迷恋 使用汉斯继默 来做他的这个 配曲的原因 因为汉斯继默 非常能够理解 他的意思 但是这一次 因为汉斯继默 有其他的工作 要配其他的 好像是一个沙丘吧 也是很有名的一个 一部电影 所以说这一次 诺兰换了一个作曲 而且换了一个剪辑师 但是我相信 依然是诺兰的 这个调性了 好 这个极异壁 是大家理解 诺兰电影的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钥匙 嗯 好 今天我的皮肤有点问题 所以我在脑痒痒的过程当中 给大家讲了这一期 抱歉啊 可能是天能的刺激吧 好 我已经花了四十分钟 来讲这个天能了 接下来我就开始进入到 其他的话题啊 那么这两天 应该是昨天吧 张一鸣正式起诉美国 我之前也已经讲过很多了 起诉美国 他就起诉川普政府 起诉川普政府 就是张一鸣开始放弃 他的自己的一个 一个一个 被很多中国的网民骂的 这个跪得太快 就川普一下唬你 你马上就想卖 这个跪得太快了 应该学习 陈正非正面刚 那么现在呢 张一鸣终于开始正面刚了 那么这个事呢 我之前我是觉得不容乐观的 但是可能张一鸣也由不得自己 因为在时代的大潮 裹挟下面 有很多的决策 是他不得不做的决定 那么这个抖音起诉美国 政府 我也想学习这个诺兰的 这个非信线剪辑 我们来 就通过其他的这个事件 来理解这个事件 那么其他的事件就是 我之前的视频已经提到了 有52家美国的高科技公司 起诉川普政府 的这个 H1B工作签证 为什么呢 因为这52家公司 大量的雇用了来自于 印度 中国 还有其他国家的工程师 但是川普的这个工作签证禁令 会阻止他们入境 这个会极大的影响 这些拥抱全球化 的这个拥抱全球分工 的这些高科技公司 他们的正常的运转 所以这些公司 当然要起诉他们 因为这会极大的影响 他们的正常运转 对 这是一个事件 可以跟抖音起诉 川普政府去做呼应的 因为川普 他的出台的很多政策 都是选举短期操作 但是他会 他的这短期操作 就会影响很多的公司的命运 那么另外一个 可以跟抖音起诉 川普政府 可以互闻 就互相影响的事件 就是之前已经成功的破冰行动 就是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 起诉川普政府成功 逼迫的川普政府 撤回了留学生禁令 影响了一百多万人的这个事件 所以我为什么要用这三个事件 串联起来 这个也是我们这个 Steam again 留人返校日的一个 总的一个目标 就是希望这些人 早日能够不要被川普的这些 这个封王的这些 短期的选举中欲秀 的一个自私自利的行为 出台的这些 这些政策 这个导致了 这个留学生受到影响 然后很多的高科技公司的 这个外籍员工受到影响 包括抖音也受到影响 他们会形成一股河流 来一起迫使川普 这个撤回他的这种 短期投机的选举操作 那么让这些留学生 早日返校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 叫Steam again 留人返校日的原因 不光是返校 那些工程是要返岗 同时呢 抖音能不能返 返store 就重新回到appstore 重新回到google play 对吧 但这个呢 我觉得不容乐观 我觉得这个 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 起诉这个 川普成功率很高 因为他们极大的影响了 美国高校的正常运转 以及美国高校的 这么一个收入来源 而且硅谷起诉川普 我觉得五五开 我认为 因为硅谷他们有很多的 这个流动的策略 他们会把这些工程师 放到加拿大先 躲一个段时间 等到川普选举之后再回来 但是抖音呢 这个事儿影响就非常大了 现在基本上认为川普 除了短期操作 而且现在由于他这么持续的 这个操作 持续的打中国牌 也推动了这个美国的民主共和 两党推出了很多 甚至会导致中美脱钩的这么一个长期的一个美国的国策 所以我觉得抖音的命运它会被迫的塞进这辆中美博弈的这个大的战车当中 所以我觉得这个命运 我们还要谨慎的去观察 那 对 那么这个 这个就会让我立即想到了昨天才看的一部老片 其实在中国是一个新上映的 就是这个急速车王 法拉利对抗福特 简单的说就是在六十年代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就是 达叔 马特达蒙 这个饰演的一个汽车设计师 他在电影里面这段故事里面 他是唯一一个获得法国勒芒这个汽车冠军 赛车冠军的一个人 但是由于他心脏病 所以说他就成为一个赛车设计师 那么另外一个主角就是蝙蝠侠 贝尔 贝尔演的是一个赛车手 同时也是一个汽车维修工 同时也是一个二战老兵 那么这两个人携手起来 帮助 已经 身陷于官僚制度 庞大的官僚制度 的这个臃肿的官僚制度 在这个 这个弊病当中的这个福特汽车 他们要帮助福特汽车 设计出一台战胜 当时非常性感的 法拉利赛车的 一款赛车来干掉法拉利 但是法拉利当时也也奄奄一息了 差点被福特收购 那么基本上就是 法拉利对抗福特 他主要讲的是 法拉利这个汽车公司 这个老板 老恩佐 和福特二世 就当时的福特汽车的掌权者的一个 一个汽车工业的对抗 同时他也是 这个 福特模式 大家都知道 他代表着一种流水线制度 一种工业化流水线的 甚至会有人会去批评 他消灭了个性 那么他这么一种福特模式的 这么一个流水线的 一个灌装人生 灌装生活方式的 灌头式的生活方式的 这么一个工业 和超级有个性的 这么一个 马特达蒙 和这个贝尔 所饰演的这个赛车手 就是热情澎湃 这个马特达蒙 就像驾驶赛车一样 驾驶这个 这个飞机着陆 对吧 那么 那么这 这种反差感 非常令人 热血喷张 我觉得他这个 比什么头文字地 弯暗文化 应该要更酷 所以据说 韩寒看的 也是泪流满面 对吧 那么韩寒 就等于说 韩寒其实 我估计 韩寒他 也就是这个 投文 投文字地的 这个 这个粉丝 那么周杰伦 也这个投文字地 也是 日本的 弯暗文化的粉丝 那么日本的 弯暗文化 其实也是这个 这个 这个 欧美这个赛车文化 意大利的赛车 最厉害的粉丝 当然这里面 也有互相影响啊 并不是说 他有什么高低之分 高低 他不是一个等级制度 包括现在的 日本的这个 跑车浪漫旅 就是索尼的这个 赛车游戏 还有这个 微软的这个 这个 Xbox的 极速 极限竞速 对吧 这两款最著名的 赛车游戏 其实也深受了 意大利的赛车文化的影响 所以 这个 在这个电影里面 《极速车王》里面 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个老恩 老恩佐所代表 这种赛车手出身 这个汽车工匠 匠人 这种艺术家级别的 这个造车 匠人的这种 这种腔调 这种far 对吧 以及他跟美国的这种 福特汽车工业 流水性工业的 这么一种反差感 但是在里面 我最感兴趣的是 我觉得他 他在最后一场 赛车的时候 7000转 8000转 最后 逼迫着对手 就法拉利阵营的 退出比赛 就他的 就是这个贝尔 蝙蝠侠 他把这个 他最强有力的 这个法拉利的 这个赛车手 逼出了这个 比赛的原因 就是他 逼爆了 这个法拉利的 这个引擎的机能 这个立即会让我想到了 这个星球大战计划 就是当年美国是如何通过 这个逼迫苏联进入这个 太空军备竞赛 太空级别的军备竞赛啊 但这个军备竞赛有很多 有核武器的军备竞赛 基本上当年的苏联 消失 很大程度上 就是被里根星球大战计划 拖入了这个军备竞赛 就逼爆了苏联的这么一个机能 而且这个也不是我的一个瞎联想 因为大家都看了这个电影也知道 这个福特二世 他跟马克达蒙 最后他把这个赛车的决策权交给马特达蒙的时候 他就指着另外一个地方 当在二战的时候 你看到那个那栋大楼吧 那个就是我们很多人说是 美国政府战胜了这个 美国战胜了 美军战胜了这个纳粹 其实是福特造的这个武器 坦克等等 战胜了纳粹 而且这个贝尔 他在极数车王里面扮演的 就是一个美国老兵 所以这里面呢 他们是 他有很多的上下文 他也是有些像我说的 这个天能和信条 诺兰电影里面的那种上下文 护文性 非常丰富的护文性 这部片子我非常喜欢 就极数车王 我觉得他拍的非常专业 塑造人物性格也非常饱满 层层递进 而且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上下文 我特别喜欢看这种上下文 很多的 隐文很丰富的这个作品 但是我为什么要聊到这一点呢 我就想到了 因为 无论是法拉利对抗福特 还是当年的这个美军对抗纳粹 还是当年的太空 里根的星球大战 就是冷战时候的苏联 和中国 他时时刻刻的会提醒我们正在发声的中美的博弈 但我们中国的这个外交官员说 警告美国不要把中国和前苏联做对比 也不要陷入冷战思维 冷战思维就是想要 美国想要去组建新的他的这个六眼联盟 五眼联盟什么的来围堵中国 对吧 就不要想陷入这种冷战思维 但是的确现在 不管你愿不愿意 中国和美国已经陷入了一个类似于法拉利和福特 的这么一种相互想要把对方的机能逼爆的这么一个一个新的战场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最近说 美国政府直接想做六G 来直接超越华为的这个5G基础设施 对他们造成的这个压迫和压力 那么这一次 这一次的这个 他不他他有有太空大战 就是说如果美国想要发发动六G大战的话 那么他实际上要跟伊隆马斯克的SpaceX的星链计划可能要结合 但这是媒体炒作啊 但毫无疑问 现在美国的太空实力 中国的太空实力和美国是有的一拼的 但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观点啊 就他中美博弈 他是有很多层次的 火星登陆 月球空间站 然后天宫空间站 然后国际空间站 对吧 北斗导航系统GPS 然后航空母舰洲系导弹 然后这些都是都是更宏大的这么一个战场 那么具体到了这个华为的基础设施 包括孔子学院 包括下架抖音 清除阿里云等等等等 他是一个全方位的 就有的人叫超线站 对吧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要注意 抖音在哪个赛道里面 所以我们最近也知道 我只有还有五分钟了 我要快点讲了啊 所以 抖音 它其实到底是在哪个赛道里面 我现在基本上 为了配合现在的一个新修词 叫内循环 其实我觉得内循环和外循环是一个非常粗的一个分法 在我眼中它其实有四个循环或者五个循环 有一些循环比较敏感 我就不说了 我就说一些可以说的 第一个就是大的循环 大的循环就是有的人说中国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来扶持中国的很多国有企业 通过一些这种国家补贴或者价格优势的方式来在全球范围内去跟美国体系去展开竞争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循环 而且这个循环会一直进行下去 不会因为现在的美国的围堵而停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循环 第二个循环就是 还是一个外循环 那么它主要是由市场为主体的 那请公司比如说抖音 比如说中国的传统的这些比较友好的像东盟 像中东地区像非洲 那么这个市场里面的民间资本的方式来进行博弈 我觉得抖音就在这条赛道里面 那么第三个就是内循环 第三个内循环 内循环又分为中产阶级的高端内循环 就中国现在的这个 非常 就在北上广深 北上广深的这么一个领域 大湾区这个领域呢 我觉得它接下来会更加强调创新 就我们从Copy to China 进入到Copy from China 就中国有一些模式是值得西方去借鉴的 像最近期的抖音就是一个最大的例子 那么连小渣都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所以说中国从Copy to China 可能要进入到Copy from China 的这个时期 那这个时期就会 我觉得黑神话悟空就在这个赛道里面 我之前 我上一期提到 我在批评黑神话悟空 它有可能有缝合怪的倾向 我其实并不是在 在准确的说不是在批评黑神话悟空 我是在在鞭策和激励以黑神话悟空 为代表的中国的游戏产业和这个动画产业 电影产业 他们应该在自己的这个发展道路当中 要多多参考一些方法 包括吉乐迪斯科 我实际上是在一个更高的维度当中 去理解这个黑神话悟空 所给我们提示出来的一些危机 对吧 所以我觉得黑神话悟空 它其实是在第三条赛道 它其实是一个内循环 但是它是一个高端的 北上广深这个市场的内循环 它这就是为什么B站 非常热衷于讨论这个黑神话悟空 因为B站它的受众就是这么一个 它不是抖音和快手的那么一个 那个循环 那个内循环 那么第四个才是讲到了 这个以快手和这个 主要以快手和拼多多为主吧 那么它会涉及到最后一个内循环 或者是我们最后的一个循环 就是我说的四环 它是一个我们广大的农村地区的一个内循环 所以在我理解 我觉得中国正在发生的改变是 其实它有五环六环 但是我能讲的是四环 就两个外循环 第一个是国家主导的外循环 第二个是市场主导的外循环 那么第三个是北上广深的这个高端内循环 最后一个是我们广大的农村的内循环 所以我们在分析黑神话悟空的时候 我实际上是把它放在第三个 就是北上广深的高端的内循环 它接下来会进入到高质量的微创新 我用词很精确 就是为什么叫微创新 大家都知道我在说什么 那么腾讯就被称为叫微创新 就是说它其实是个缝合怪 但是在缝合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微创新 我们是支持的 那么这个部分你说它没有创新吗 它当然有创新不是发明 这个东西我们都知道 对吧 发明是从零到一 创新它是一个在微调 1.0到1.1 1.1到1.2 1.4 1.5 对吧 那么我觉得黑神话悟空 它的发展的赛道 应该是高端内循环 它要想形成 这个内容海外输出 我觉得这个 我还是不容乐观的 好 一口气我已经串烧了59分30秒了 时间限制 后面的这个部分我讲的比较仓促 不过这些问题我会反反复复不断的讨论 希望今天的啰里啰嗦 这个我自己都觉得有点精神分裂的感觉 会对大家看天能 这个极速车网 有一些启发 以及理解这个抖音现象会有一些启发 好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